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诞医生 应该没事 就是做了梦 啊 爸 爸 爸 谁不是你吓着我 鬼勤 你没事吧 鬼勤 不是我 你没事吧 鬼勤 不是我 不是我 鬼勤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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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勤 你没事吧 不是我 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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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不是我 不是我 鬼勤 不是我 鬼勤 不是我 鬼勤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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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勤 没事的 你快点 好吗 不是 来来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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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和心 的身影 在不安分 保持距离 陈医生 陈医生 自下来该怎么办啊 陈医生 自下来该怎么办啊 陈医生 再能重新开始 陈医生 绝望 逐渐的歸佳 旅行 心中要下雨 你却掉了 你心痛 只是影视障落的爱 安助理 医生怎么说呀 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恐怕还要留院多观察几点 我来吧 时间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行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我得留在这儿 而且天心应该有很多事等你处理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好 那就辛苦你了 我去把水换了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我已经住院了 什么时候的事 知道有什么病吗 好 你先留意着 最好能拍到照片啊 魏清住院了 今天早上刚送去医院的 听说还挺严重的 他怎么了 姐 什么时候你关心起他来了 我呀 不是关心他 我是关心他手里的股份 放心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那你什么时候把股份转给我啊 姐 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 魏清他最擅长的就是设局 如果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 一定会掉入他的陷阱里 我跟他打架到这么多年 最熟悉他的套路 想要打败魏清 最重要的是打乱他的阵脚 所以 姐 我们现在必须按兵不动 按兵不动 那 如果薛姿有动作了怎么办呢 放心 薛姿如果想动银马艺术 早就动手了 何必等到现在这种时候 他那就是虚张绅士 想让我们先自乱阵脚 现在我们三方拼的就是臣服 谁能够沉得住气 谁就能够夺得先计 所以 姐你就别着急了 总之啊 你还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的 否则啊 我这心里啊 也不踏实 知道了知道了 姐你先去吧 魏清那儿要有什么情况 你记得告诉我啊 好 去吧 还说不关心她 魏清 我看你能耗多久呢 你们不用过来了 她现在不肯见任何人 除了我 安助理还有陈医生 那好吧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随时找我们 嗯 知道了 拜拜 嗯 嗯 这个是她的检查结果 不是很大的问题 只要回家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院子 这是心理上的问题 安助理 外面怎么那么吵啊 董事长住院的事 已经泄露出去了 外面很多记者 我们得尽快带她离开这里 我有一个办法 这不是为啥 这不是魏总 那请问真的魏总在哪里啊 无可封道 去吧去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进